Ctrl鍵按住 然後把它顛倒一下 顛倒一下就是說等於這邊刮鬍 刮鬍就強制轉型 把什麼東西呢 把畫面上面的那個Text View 跟我們這個物件做連接 因為如果你沒有連接的話 程式就沒有辦法去控制畫面上的UI介面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要把它搬到程式裡面來 這個東西現在在外面 那我希望跟程式做連接的話 需要做什麼動作呢 打一個List List就是List Class 點一下 F 就會出現什麼 Find View by ID 也就是他會去畫面上面找找看有沒有一個什麼東西呢 按一個Enter 然後他會跟你講說請你給我一個ID 剛剛有沒有 記得我們在那個畫面上面 一定跟各位講過什麼 你務必要怎麼樣呢 按右鍵 Edit ID ID的話我給他叫T01對不對 如果你給他一個ID的話 他就幫你註冊 註冊到那個R裡面 大R 大R就是大的Resource的登錄檔 他會幫你把它登錄進去 以後他就知道畫面的這個東西 叫什麼我就可以找得到 OK 而且你要特別注意 你做完之後你一定要做一個Safe 就是 XML檔案裡如果沒有做Safe 他也不會登記 他也不會登記 所以最後一定要Safe 如果你沒有Safe 你就會找不到那個登錄檔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地方打一個大R登錄檔 Den ID 他的ID Den 叫什麼呢 叫T01就出來了 如果你 點下去發現 G1沒有T01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Safe 如果你有Safe 一定會出現 一定會出現 所以這個地方是關鍵 長錯的 常犯的錯誤 Enter之後的話呢 最後給他一個分號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呢 畫面上面一個Button B01 一個Button 然後我要怎麼樣呢 把它連結跟這個物件連結的話 就是直接等於什麼 等於強制轉型為一個Button 然後丟給前面的這一個 打一個List 點 也是這樣F Findable ID 然後大R 點一個ID 然後點一下 找一個B 有沒有B0就出來了 Enter一下 Enter一個分號 就連結了 這個流程基本上以後呢 都一模一樣 無論你是寫多複雜的F 都一定 因為畫面上有UI界面 你放幾個東西 你就要連結幾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連結就是不能用 OK 再來的話就是說 事件 建立事件 特別注意 當我點擊它的時候 我必須要在那個 我的這個 上面建立個Listener 那建立Listener的方法很多啦 我這邊 教各位的最 簡單但是 需要寄一些東西 你以後就可以把它當一個 公式把它寄下來 以後建立事件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怎麼樣在上面建立一個事件 第一個的話呢 請你在建立事件下